大家好 我是Katelyn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就是要来和大家做一个韩瑜事件簿 相信有留意开鱼圈的你 最近也有留意到金正妍的事件 就会说到这件事的起因 中间的一些插曲 和最近新爆出来的一些料理 和最后也会分享一点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这类型的视频我也是尽量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 如果有关的报道是未经确认的话 我就会在右上角或者左上角留下一个未确认的字眼 大家也可以作为参考 首先我们就由三年前的事件开始讲起 最近提出三年前发生过什么事 就是随妍和金正妍合作电视剧时间 金正妍对于女主角随妍的态度 在记者会上 金正妍全情黑面 加上拒绝了女主角随妍的一个要求 令到这个场面相当尴尬 当时其实也引起了一个热话 只不过当时金正妍和她的公司 就是说到她患了一些疾病 所以令到她在记者会上 会有这些不礼貌的行为 之后金正妍也是为她在记者会上的行为道歉 但是没有 但是没有对于随妍有一个公开的道歉 而最近爆料就是说金正妍当时 其实并没有任何的疾病 提出了金正妍的摄影态度是非常之有问题 拍摄现场就撒大牌 每一圆一个场景就会跑出去干肚 有任何身体接触的场面 一剪掉的时候 金正妍都会用湿纸去清洁她自己的双手 而这个行为也令当时的长妍非常之不开心 更深就是说金正妍拒绝感情戏的剧观 多次要求再加她鬼祟这个剧本 令到这一套时间由原本的爱情復售剧 最后只是剩下復售的环节 而最后去到第12集的时候 更加从电视剧下车 事件当然影响到剧组和演员 根据很多不同小时代粉丝的留言 就说Likes随现2018年的时候 心情其实都是明显地显示出受到影响 听到这里大家都应该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三年前的事突然拿出来说呢 就是因为早上个礼拜的时候 金正妍被爆和爱的逼杠里面的女拍档 徐智慧拆出这个爱火花 更加被这个很恐怖的D社拍到正一正 但是双方也是否认了这个恋情的 并指两个人只是一个亲密的子弟关系 但是之后D社也是随即上载了很多张相片 双方有去到对方的家 而D社的进一部相片公开了之后 徐智慧一方也是再一次表明 两个人的恋爱说不是真的 两个只是一个很亲密的前后背关系 同时因为两个人住的地方非常之近 跟现在的疫情也不方便外面见面 所以才会去到对方的家 而见面的原因也是被透露了 就是说金正妍有准备换公司的一个情况 两个人见面就是商讨换公司的一些问题 金正妍原本所属的公司O&Entertainment 就表示他们原本的合约只是到5月 也是跟徐智慧所属的经纪公司 进行合约谈的部分 所以两个人才会这么频繁见面 你可能会想 为什么这两个人的恋爱说 会牵回三年前的这件事 而我的看法 很大的原因就是 大众非常关注他们两个人的感情生活 所以金正妍的旧事 也是再次被人挖出来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 原本的经纪公司 知道金正妍想换公司 打完争妙和相后 就可能用了少少手段 不过以上两个原因 都是一个推测 就是没有真本实概 说到这件事被人挖起了之后 就发现这件事 其实还牵涉多一个人 就是金正妍的前女友徐智 当然这个消息 其实是未经证实的 到底徐智是否他的前女友 目前为止是没有官方答案 最近这两天 就是有人爆 金正妍在拍摄时间的时候 并非有病 而是跟这个女演员徐智交往 交往的期间 徐智就是多次表明 不想金正妍和其他人有任何的接触 金正妍也很听话地 跟徐智进行了no touch 对了 这件事更加爆的地方 是D社是不知什么 去找到两个人的卡卡托 那就是讲述 而徐智就警告男生 任何的肢体接触都是no no no 同时也是要求他 不要有任何的表情 不要对任何工作人员打招呼 而金正妍也是传单照收 所以金正妍的态度就引来批评了 对于这个聊天记录被公开 主资的所属公司表示 正在确认这个事件 也会在稍后发出官方的声明 去发表他的立场 和经纪公司有合约纠纷的金正妍和所属公司 再一次声明就是说 金正妍退出这个电视剧时间 是因为这个健康理由而退出的 但是就没有对于其他事件发表任何的官方立场 目前事件的资料就只有这么多 而这一两天的后续就是 徐瑞之一方的一个电影的记者会 其实原本徐瑞之也有打算去这个记者会 但是后来被告知说 不可以回避所有关于金正妍相关事件的问题 最后确定是因为这个个人理由 不会出现于今天的电影记者招待会里面 事件目前的后续就到这里 如果有任何消息更新 我都会在下面留言告诉大家 同时我也是想说一点点我的看法 当然不是一个中立的看法 我觉得金正妍是明显地有做错的 无论她有病还是无病也好 那个行为的确是令到当时的女主角出现 陷入一个尴尬的局面 同时也是有失这个演员的一个专业在这里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是觉得 金正妍其实都真的欠了徐瑞一个公开的道歉 第二个看法就是说 如果金正妍和徐瑞之的传闻是真的话 我觉得两个人作为演员 她的专业和一个操守 其实都真的有点问题 而第三个我看到网上很多人留言 就是说除了她知道是控制狂 有些留言甚至说两个人是什么s与m之间的关系 又或者是什么恐怖情人情绪勒索 我觉得目前大家都是持续中立的态度比较好 始终因为两个人感情事 其实爱人很难判断 而且我们看的部分 只有那几个message 根本很难评这一两段短信 去证明徐瑞之真的有问题 最后有个问题想知道 但是说金正妍孤自然是需要道歉 因为无论她有订阅否 那件事情上她也是被了别人伤害 但是大家又觉得徐瑞之需不需要负上一个责任 或者需要向大众道歉呢 因为我觉得她对于这件事 其实又不算是一个直接的责任 因为做戏那个始终也是金正妍 而且接受她要求的也是金正妍 所以我自己想的时候也觉得 其实女方有没有这个责任去道歉呢 是的 就是这样 我就比较想知道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给个like我 followIG和Facebook subscribe我的channel 开铛铛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我们下支影片见 我们下支影片见 decade 什么 我们下支影片 但是温暖的 我们下支影片 订阅一下